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公布《灵严经修学法谣》 我们先来念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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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严经修学法谣》是台湾政界法师主讲 我们看着他的广告是翻译广东话 今天是讲到第39讲 请一起收听 那么,你说《十方圆明》是有什么好处呢? 看以下的经文 奋问圆通 我从以门 圆照三枚 圆心自在 恩入楼上 得三摩提 成就菩提 思为第一 世尊 彼佛如来 叹我善得圆通法门 于大会中 授记我为 观世音号 由我观听十方圆明 故观音明片十方界 这段经文就是 答圆通 和授记 和最后 讲他的名称的来由 佛陀问我 圆通的方法 从我个人来说 我是由耳根 修学这个圆照三枚 什么叫圆照三枚呢? 就是从耳根 听闻当中 我不向外面的声音攀缘 而是反文文字性 我就经常问我自己 一句说话 我为什么会听到声音呢? 我那个能文的功能 是在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样回光反照 结果成就了 原心自在 我那一念心 不再被外面的 陈景来干扰 也不再被内心的 根和色所干扰 而入于法性之流 成就真如三枚 乃至于 成就无上菩提 私为第一 在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 他就清念一句 释迦世尊 比佛 这个所谓比佛 就是古佛观音如来 比古佛观音如来 他赞叹我 我善考成就 元通法门 在整个大菩萨法会当中 就正式授记 我的名 名号为观世音 因为我在恩地的时候 是观听 从观照耳根 而成就十方愿明 十方愿明 这四个字 在前面 已经解过了 它是能够上合 十方一切诸佛本妙各心 下合 十方一切六度众生 能够上合 下化 所以叫做十方愿明 故此观音明 遍十方界 在这个地方 等于就讲出了 整个元通所成就的功德 是什么呢 就是一念心 成就十方愿明 有人说 我们今天的妄想 一天到晚都在外面 攀缘 我将心带回家 我将世间陈奴的相撞 都放弃了 我就将我应该享用的名 都放了 你也都放了 我应该享用的 全部都放了 那么我得到什么呢 那你就得到十方愿明 我说一个小故事 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什么叫做十方愿明 有一个是关于大悲咒的故事 这个故事 在十五年前 台中年社 有一个叫做普外姑 她是居士 这个普外姑 有个媳妇 她住在台东 这个媳妇身体很健康 很喜欢工作 后来 这个媳妇就怀孕了 当她怀孕到八九个月的时候 她就有一天坐在客厅里想 我快要生孩子了 我生了孩子之后 就不能够去工作了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候 有空 从未生孩子之前 收拾一下家 于是她就将家 内内外外都打掃干净 但一个人做事 做得很投入的时候 就不记得自己的身体 等到她收拾完之后 很努力地收拾了很久 就坐下 哎呀 麻烦了 因为做得太累了 结果她就觉得有一些不对版了 什么不对版呢 因为一个肚里头的小蚊仔 有八九个月 她应该 小蚊仔是会时时在那里移动的 乃至手脚都会在那里移动 可以感觉到的 她坐下之后 咦 发觉做什么 一个宝宝 一天到晚都没移动过呢 结果呢 如是就过了三天 觉得里头的宝宝都没移动过 她又有一个很不吉祥的御小 立刻就去看妇产科医生 那副产科医生就跟她做素描 哦 就告诉她听 你这个宝宝已经在里头死了了 因为你动胎器是太严重了 你现在要尽快开刀 将这个死了的宝宝拿出来 哦她听到这里就很紧张了 怎么办呢 于是她就快点找她的奶奶 普爱姑呢 快点带她去大医院再检查 再检查的答案都是一样 这个胎已经在肚里头死了了 要尽快开刀将她拿出来 这个时候 普爱姑居士就对她的媳妇说 反正你就是最后一个关卡 试一下 冲一下 你就去念大悲咒 于是她两婆式 就在那天 全天坐在那里念大悲咒 当然大家 那个时候的心力是很强 由早到晚 整天就在那里念大悲咒 然后就将大悲咒水喝下去 那第二天 奇迹就出现 肚里头的BB又开始动 去检查 这个BB又没事了 所以你说 这个菩萨是怎样的呢 在普门品里有说 众生被困厄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致力 能够世艰苦 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的一念心 和大悲咒 或者和佛号 一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加持力 因为佛菩萨的功德是双向的 我们说 阿罗汉的功德是单向 你看 如果我们忆念阿罗汉 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阿罗汉的心 可以在生灭的恩怨 回到不生灭的功德 但是 他是没有回头的路 你看 佛菩萨的心是双向的 你就看这段经文 上下十方诸佛本妙各心 下下十方一切六度众生 同一悲恙 这个经文就说明 佛菩萨的心是双向的 双向的心是怎样的呢 佛菩萨就将他的功德 安住在他的圣号上 安住在他的咒语上 所以 你看我们 和佛菩萨就能够产生感应 为什么呢 因为佛菩萨的心 本来就是双向的 我们在成佛之道当中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你修行的过程 是很重要的 我们真的要离开 娑婆世界的恩怨 但是 你是怎么离开的话 是会影响到你未来 是什么功德 如果你用的是断灭的方式 将它全部都断灭的方式 来到离开这个娑婆的话 你以后要回来就很难 你将你的后路 全部都斩断 是你可以选择逃避 当然可以 你可以充满着厌惑的心 离开娑婆世界 这个当然可以 但是你总有一天 你要回来 回来那时候 你要想成就十方圆明 你就很难回来 因为你用断灭的方式 离开这个娑婆世界 那你就很难回来 我希望我们在成佛之道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 而不是说 我赶快才跳出娑婆 不是这样 我们要知道 我们今天是从假入空 但是你有一天还需要从空出假 灵严经这条修行之路 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方法就是教我们 在不坏假想的角度 离开娑婆世界 假想是没错的 你现在用一个 极度厌恶的心 来破坏假想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你后半段 就是说 当你成就菩萨皆位 那你这条路怎么走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怎么回入娑婆呢 所以这个灵严经的方法 就提供我们 成佛之路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是什么方式呢 就是要你 不要破坏这个假想 你只要 不要随网转就好了 不随网转 这样就可以了 即使叫我们无住 你修行 去到极乐世界 你下一次 在极乐世界 再回到娑婆世界的时候 你还可以 同众生结缘 就可以下盒十方 一切六度众生 与诸众生 同一悲养 因为你刚刚 开始离开 在娑婆世界的时候 你没有破坏众生的假想 所以你还可以 回到来 度众生 我们 医着灵严经 来收的好处 不是 只有断烦恼 如果是要断烦恼 在小城 断烦恼的方法 多得是 灵严经教我们 这个断烦恼 是无后遗症的 问题就在这里 小城断烦恼的方法 是用非常激烈的方法 其实 这个断烦恼的方法 问题 在后面是很麻烦的 你看 在维摩经 佛陀 在坛偏戚小 坛大煲圆 阿罗汉对自己的悔恨 他当初 不应该用这个方法 来断烦恼 因为他可以选择更好的方法 所以 如果你有志 想要成就大乘的功德 你的目标 就是 追求十方圆明 你未来的功德 就是要双向 就是要 上合十方诸佛 下合六度众生 当然 你要成就 这样的功德 在你的恩地 就是不能够坏假想 希望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是断烦恼 我们是要在这里 转烦恼 人生是要转的 而不是要你去断 你断了烦恼 你以后怎么办 你对于因缘所生法 你怎么办 所谓诸法因缘生 你掌握一个圆满的方法 你自然能够产生圆满的功德 好像你开车 上对了一个高速功路 你自然就达到相应的目标 所以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 结果不是问题 你的过程是会影响你的总性 亦都是影响你成佛的快慢 不是说你先学佛 你就先成佛 不是这样的 你看看法花经 你就知道了 先走的 不一定先到 就看你坐什么车 你坐了大白牛车 那你就很快 有些人他的烦恼就断得很快 而且他的修行是修得很正常 有些人就越修 个性就越奇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修得有问题了 怎么有问题呢 就是你修行的方法不对 不够善考 所以你就越修 个性就变了越奇怪 这部灵严经的修学方法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要用理观 第二个就是时修 在理观当中 有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自力法门 还有第二个是他力法门 这个自力法门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性道法门 他力法门 就是属于淨土法门 那么这两个法门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以下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部灵严经 将我们的生命现象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 我们讲的是一个个体生命 这个就好像一个水坡 我们由于过去善恶的业力 将今生的五音身心 创造出来 好像 你现在 有你现在的色身 你内心 有你内心一时的感受 或者一时的想法 五音身心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是有个固定的上状 这个固定的上状 可能是一种安乐的上状 也都可能是一种痛苦的上状 它也都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上状 也都可能是一个邪恶的上状 我们五音身心 是有各式各样的上状 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 有它的上状 因为你一定是有时间上 空间上 在时空的交集之下 然后才构成你这个个体的生命 当然 有上状的东西 它是不断变化 而且是很狹藝的 这个是事实 好了 第二个生命的现象 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 那些一念心性 是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 它虽然是无相状 但是一念心性 的确是聚足了无量功德之法 如果以圣道门的思考模式 它一定是直接契入无相 从空性来到入门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我们看遗色中 三论中 天台中 不管用什么方法来修学 里面的道理只有一点 就是将你从五音身心的上状 带回到无相的真如 唯一的目标 就是要你离一切上 返忘归真 将心带回家 但是正土中的修行方法 它是从一个无相的心性当中 重新出发 可以说是从空出假 所以收正土中的人 你的心中 一定要有一个上状 如果你没有上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收正土 念佛的人 心中 是要有两个上状 哪两个上状呢 第一 你对名号功德的上状要建立起来 什么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呢 这个就是一个上状呢 第二 你是要知道 什么是正土的庄严 如果一个正土中修学的人 你对名号功德 和对正土庄严 这两个上状都没有建立起来 你根本上就不可能感应道教 正土法门是一个 弥陀本愿摄受的法门 就是说收正土的人 你所有的功德 都是来自于弥陀本愿的摄受 所以收正土中的人 只需要做一件事 是哪件事呢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和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以你的心力去启动佛力 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上状 那你怎样去感应道教呢 你和谁感应道教呢 因为感应道教是双方面的 正土中的收学特点 就是你在无相的真如当中 要建立两个重要的上状 就是名号功德 和正土的庄业 来到建立对弥陀的感应道教 启动弥陀的加备 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25元通当中 这个念佛元通是特别的 其他24个元通都是无相三枚 而念佛法门是有相三枚 你心中是要有相状的 所以古德说 念佛法门是从有相入无相 虽然它表面上是有相 但是暗合度妙考入无生 是从有相慢慢趋向于无相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现在大家先看经文 大世智法王子与其同伦 五十二菩萨 即从坐起 鼎礼佛足而白佛烟 现在这段经文开始 就是说到他力法门 这一段先说明这位大世智法王子 这位菩萨就稳白佛 表达他内心的皈依 恭敬的一种身口的仪式 这里是说念佛法门的当机菩萨 他是大世智菩萨 这些菩萨为什么称为大世智呢 因为这位菩萨他拒足广大的威德之力 他一举手一投足 都能够振动一切魔王的宫殿 乃至于能够振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大的威德之力 所以叫做大世智 这个时候大世智法王子与其同伦 同伦就是指同类 就是同修正土念佛法门的52个阶位 52个阶位是什么呢 就是干位地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和等国 这个表示念佛法门 摄基是特别广 从干位地的凡夫位 乃至等国位 都是依止念佛而成就元通 那么多菩萨在这个时候 就即重座起鼎礼佛足 二百佛演 这个是说明对佛陀 是品白之前的一种归依 恭敬的仪式 以下的经文 先是正式聚述他所收的法门 我亦往昔行河沙劫 有佛出世明无亮光 十二如来相计一劫 其最后佛明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三枚 这个经文 先是陈述古佛所传授的法门 也就是说每一种法门在佛教里面 都是要有本 不像外道那样 外道的法门是无本之学 他们哪一个外道在山洞打坐 突然看到什么影像 好像那些外道有持牛界的 持狗界的外道法门 他们这些外道在禅定之中 妄想出来的 不算是一个道 他们是没有通往涅槃的力量 而佛教的法门 它是肯定有传承的 一定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传承下来 那现在讲到 是这一尊佛教大世智菩萨这尊佛 是谁呢 就是古代的一尊佛 叫做超日月光佛 经文说大世智菩萨 回忆他过去在凡夫位的时候 在凡夫位是多久呢 是行河沙劫时间那么久 那时有一尊佛出现于世 叫做无量光佛 由无量光佛到超日月光佛 这个中间一小劫的时间 已经有十二尊余来相计出现于世间 而最后一尊佛对大世智菩萨的启发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被佛教我念佛三枚 这尊佛是告诉大世智菩萨 所有法门当中 念佛三枚 是三枚中之王 你直接从有上行 契入无上的三枚 这个是最容易得到成就的 讲到念佛三枚 偶益大师解释话 实质上 在这部《灵严经》的教义来看 是有三种区别的 第一 唯念自佛 唯念自佛就是他念佛的时候 是忆念他内心的佛性 自佛就是自心的佛 所以我们看禅宗 他也都念佛 但是禅宗他念佛不是一种皈依的心 他念佛的时候 是将佛号创造出来 好像南无阿弥陀佛 念佛的时候 他就开始思维 咦 我为什么能够念佛呢 念佛是谁呢 他就从音声当中 去找那个能念的心 所以他是依止佛号的假想 从这个佛号的假想当中 将心带回家 所以这个唯念自佛 偶监大师就说 跟前面24个元通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说他的下手方面 是从佛号回家而言 从音声回家 因此 为念自佛是属于圣道门所收拾的 宁言经验收学法要 粤语翻译部分 今天播到这里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非常感谢政界法师 我们愿意电台播法学的功德 回向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多谢你的收听 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 跟大家再见 拜拜 by bwd6